历斯总裁 你放慢一点 你说得太快了 我记不出 你刚才说什么 不但跟别人做生意 能跟自己人做生意 必须的 还能跟敌人做生意啊 你不想把敌人口袋里的钱 拿到自己口袋里啊 当然想的呀 可是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 这个生意怎么做 老舅 咱赵阳地区都有点傻呀 有煤矿 还有鬼子的军火库 苞米 高粱 棉花 当然 最大的就是鬼子的军火库吧 那个军火库 再装备一个108连队 都绰绰有余 这样我问 军火库 军火靠啥运出来 火车 火车靠啥跑 煤嘛 啥意思啊 煤掌握在谁手里啊 这 你比我清楚吗这是 老舅 咱如果控制了煤 是不是就控制了救火库 你不管掌握了救火库 你连人都掌握了 这声音 这声音 我说你真是个化学脑子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谢谢 焦部长 焦部长 彼此同事 我等会儿就回来 好 咋呀 达到你的要求了吗 你小子行啊 这么快就倒腾起了 行 停去 你看 就这鞋不配套 这个不能换了 来得正好 这鞋不配套 雷斯在那边呢 谁 雷斯在那边呢 回来 干嘛 听话不听话 等我听话不听话 就这鞋不听 这鞋不听话呢 下路向走的 只遮伤 好 老舅 还有一个事 贼酒这两天 我觉得实在是 太不挣扎了 你看他那眼神 多吓人了 我觉得保险起见 还是派两个人 把他看起来了 不怕出大事了 你说老舅 找谁啊你 好 李鑫书同志 你笑完了吗 我笑完了 坐吧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一直在思考 就像你那天骂我那几句话 那几点 我概要了一下思想 大体如下 第一点 你那天愤怒地说我 说我不扛事 钻几脚劲似乎痛 不会拐弯 我想痛了 你说得对 我以后拐弯了 能拐我就拐 不能拐 我也得拐呀 是吧 第二点 你说我没估计 说我忘了师父林思泉 给我的注托 说让我重整镇山好 说得对 说得太好了 我从今天开始继续重整 继续整孩子 整 好 第三点 你说我不是个男的 这你可说得就不对了 我怎么可能不是个男的呢 我回到家以后 自己仔细地看了看 又征求了一下 连对同志们的意见 特别是指导员 齐志武同志的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 我就是个男的 那我咋没看出来呢 你想看什么 我想看个顶天立地 街能扛 手能拿 有知识 有文化 爱洗澡 溜光水滑的男人 是吧 春天都来了 冬天还远吗 对 这 我们俩昂远 我们俩去 我们俩 成功 照顾 但 我们俩 简直 还是 做 whereas 这 拍摄 李贤淑从智 李贤淑从智 不 李贤淑老师 开始吧 李贤淑老师 怎么了这是 真的啊 赶紧拍几个人来 多拍几个 不至于吧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当然是你了解他 这就是会狂犯罩 那你啥意思 啥意思 我冯玉来临之间 千军一番 拍山倒海 出大事了 找你们找 这可使不得 我刚才挺正常的 刚才不是还冷嗦尸呢吗 我跟你说 那你给我叫我们进去了 好 你再收着 我去给你叫人家 去吧 有货 这 这站好一下 好 教育长 这些个人 都是来学习的吗 这样的学习环境 对我这样一个落后的人 是不是有些残酷了 再说 李老师呢 他走的时候就在我说 让我准备一下 这都六个时辰过去了 这准备的时间也太长了 他去哪儿了呢 教育长 自从他进了院子 跟你窃窃自语之后 他就失踪了 他人去了哪儿呢 张三同志 要不今天就先学到这儿 别打岔 是你吗 是你吗 不是 也不是 是你吗 也不是 是你 也不是 李老师 下来吧 他 屁了不如我爸 这可大声 那怎么才能正好啊 太折磨人了 张三同志 你是想跟李大夫寸步不离 心贴心地保护他是不是 是啊 你现在 只做一件事 爸老师是认认真正的 虚心和李老师学习文化 不许打瞌睡 不许半途而飞 不许头疼 记住了吗 记 好 那这成了 机长 完事儿把眼睛还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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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